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四月这段时间 是尼泊尔气候最凉爽宜人的季节 更是旅游的旺季 因此密勒日巴禅修中心 在每年四月和十月 会举办两次禅修朝圣旅行 除此之外 禅修中心也能为旅员们量身定做 一系列休息体验课程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参访 禅修与朝圣旅行 以及进化身心灵 找回折居等体验课程 学习如何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品尝生命单纯的静好 中心里面还有很多这种林间的步道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着 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觉知行交走路 来到这里轻装简便 只需要一个随行带着走的禅修店 无论是在室内禅堂或户外森林空间 处处都是可以尽心打坐的禅堂 我们园区内其实就有两个很好的一个圣地 一个是灭日巴尊者 他曾经修行的闭关山洞 就可以在这个山洞的外面打坐 然后去感受过去这个尊者 他修行觉悟的那个大的能量 陪伴着我们做这个进行的练习 那另外一个就是龙树菩萨的一个说法地 超香的 超香的 超香的哦 禅修中心每天供应三餐蔬食 使用中心有机农场的蔬果淡奶酥 并提供不含葱蒜的纯素选项 你看 上午仙彩的柠檬 在Chef炒手入菜下 变成一道道美味健康的料理 从产地到餐桌 大大的缩短了食物里程 从舌尖上的每一口好滋味 去实践在地农业与环境和健康永续的理念 我们也有提供这个送播进行的课程 让你可以透过这个送播的音声 可以很快地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 然后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进行路门的一个方式 中心里面它有两种的住宿空间 那一种就是像VIA套房似的 那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森林帐篷 虽然很简约朴实 但是都可以提供您必须的 这些生活的配备 晚上的时候可以在户外 然后在这个满天的心斗下面 就是一个人休息 然后让身心沉淀 除此之外 禅修中心更以中心为出发点 提供不同配套的禅修小旅行 例如尼泊尔三大飞去不可的佛塔 满院塔 斯瓦阳部 以及佛陀的舍身卫护塔 当然来到尼泊尔 更不能错过佛陀的故乡 蓝皮尼 以及莲花生大师的闭关修行山洞 或者可以搭小飞机 前往波卡拉 在雪山林间见走 近距离眺望喜马拉雅山 拿令人屏息赞叹的圣山之美 面对圣山的壮阔 放下自我 感受自己的渺小 向大自然学习谦卑 体验净化身心的静心禅修 新道法师说 尼泊尔是佛的故乡 每一个人有机会 都应该到这个地方来 去连结佛的基因 连结一个觉悟的基因 过去 这些大修行者 曾经修行过的地方 也是启发我们灵性的所在 而灵鳩山 秘勒日巴禅修中心的诞生 就是想要为这个时代 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礼物 希望以平安禅法 来接引现代人 在纷乱的世界 找回自己的觉知 回到当下 回到新的原点 当我们找到内在的宁静 外在就会平安 邀请全球各地的朋友 一起来这里体验 宁静是宇宙最大能量 让心回家 我们就是创造什么呢 灵性觉醒 不是说只有透过禅修 因为佛陀他讲了八万四千法 其实每一个法都是可以通往灵性的道路 就是要开启他们内在的本质 那当他灵性开启的时候 就是人人都是能够 心能够平和下来 人与人之间 或者人与家庭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 国与国之间就不会有冲突 那就可以真的能够 带给世界和平 那只要世界和平 就没有冲突 那这个就是师父他希望 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灵性的觉醒 这是来自纽约的 阿妮香库 妙月法师 多年前辅仪出家 他就只身来到 命乐日八产修中心 担任职事法师 接下这个跟盘古开天 一样困难的任务 一路毕路拦驴走来 因为师父的愿力 跟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师父叫我待在这里 我就是一心一意地在这里 我六十岁才能出家 所以台语有一句业语 对吧 说吃劳背没头到 那可是我想说 我吃劳 我还能把师父背 剥他需要的那一颗花生 我何乐而不为 所以我还是很乐意地在这里 帮师父守护这一切 尼泊尔的一切 为了利益众生 然后我也希望 大众都能够多多来尼泊尔朝拜 龙树菩萨 还有命乐日八尊者 设受他们的加持力 让大家都能够早日成佛 有人说 尼泊尔就是never end peace and love 永不止息地爱与和平 就像来到这里 有一种宁静 让你听到生命的盛放 这是新的休息处 照亮你我回家的路 心累了 就回家吧 邀请您 踏上尼泊尔朝圣之旅 来密勒日八禅修中心 带着觉知去旅行 体验如何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 关心自己 找回日常生活中的觉知 为自己开启一个全新的开始 更是专属自己 别具意义的一份生命礼物 让心带着我们往前走 感谢生命放下自我 然后重新找回自己 因为山就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